1 2 3 4 5 6 7 8 走进即将完工的工地现场 市长刘昌 立委蔡思英 仔细的听简报 还隔着橱窗玻璃 往里面仔细的看 但不说您可能不知道 这舒适的空间 是流浪猫犬新家 新建宠物银行即将完工 市长刘昌特别前来视察 而立委蔡思英 也带着自家毛小孩前来参观 那看到这一个五星级的 这个收容的空间 说实在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个跟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旧的收容中心 实在有天壤之别 那它的一个空间 收容的空间 比我们中央所定的一个标准 还要增加50% 那也是现在 我们收容空间的三倍以上 那看到整个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基隆已经为 这个成为一个宠物的友善城市 动物的友善城市 跨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那未来这个环境呢 除了收容 我们犬肢跟猫肢之外 其实它也是未来我们 基隆在推动相关的 动保的一个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一个志工 跟我们善心的伙伴 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 就是基隆的动保 动保所动保中心 那这个动保所动保中心 透过中央补助地方的一个改建之后 我们希望让所有的来认养的人 甚至来这边参观的人 都愿意竖起大拇指 代表着基隆市对于动物保育这一块的一个用心 新的从银行预计年底启用 牛舱回想八年前 首次来到收容中心 分享当时的心情 我其实上任之后第一次来从银行 其实那心情真的是很沉重 因为整个环境真的很糟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决心 我们希望把这个地方 把它做大幅的一个改善 那所以我们争取到中央的一个预算 总计是将近一亿元 那中央在我们蔡司英委员的一个 协助帮忙之下争取了八千万 那所以才有办法来推动这个政策 那大家看到现在的环境 比以前好太多了 这个简直是五星级的宠物旅馆 那更重要的不是 不只是硬体的一个建设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地方 能够变成是一个未来 生命跟环境教育的一个场域 林游昌全力打造宠物友善城市 立伟蔡司英承诺接棒 力推免费金片捷御和首次接种证件 他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 我们动物保物的教育基地 动保的基地 为什么 因为动保这件事情 或者宠物友善这件事情 不是只是靠自发而已 我们透过一个基地一个设施 来做相关的教育工作 那这个部分未来还是要拜托 阐发处 还有我们动保所所长 这边继续来努力 那我相信 我们推动的宠物友善的政策 从我们的动保所开始 那以及在 昨天有另外在宣布 我们在明年度在 暖暖运动公园 要推动的宠物公园 那这个也是 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明年度开始要动工新建 是因为来会督促这件事情 做到近三近美 全台湾有许多的宠物公园 但是每一个宠物公园 都有他一定的缺失 是因为把这些缺失补起来 让他成为全台湾 宠物界 对宠物们最心中心中的 第一个胜地 就是我们基隆的宠物公园 那另外未来我们会推动 包括晶片 晶片的这个 晶片还有疫苗 还有劫杀的部分 市政府来帮忙协助处理 让我们的宠物的管理 能够更加的完整 新建宠物银行大变身 从狭窄的铁皮屋 变身成浪浪豪宅 更是全国唯一一间 附射动物医院 要提供老小孩 妥善的医疗照顾 记得黄少民基隆报告